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命理第一态极 第一态极就是气场第一个会聚集的地方 所以当这个第一态极 假如他没有办法 让他气场聚起来的时候 这个气他就会去往后再去找 符合他可以聚气的一个条件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第一态极他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假如聚气的地方 是一直一直越往后延伸的话 气场他在通过这一个空间的时候 因为他没办法聚气的原因是 一定是空间狭窄 空间狭窄的话就一定会损耗气 所以当你的第一态极 假如坐落到很后面的时候 这当中的这一个过程 一定会损耗非常大的气 这样子所形成的气场一定会很弱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通常第一态极就是开门后第一个空间 但是聚气他要有条件 就是要有180公分长宽 然后 里面的高度不能够超过90公分以上 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在里面形成气场 假如他一进来没有这个条件 他就必须往后去走 就很像开封登陆了 陆地以后 开始碰到这一些建筑物 山开始威力减弱 到最后他就算形成了一个气场 他的气也已经是被削弱了 所以各位你要重视你家的第一态极 而不要在第一态极乱七八糟的一稿 变成是第一态极不成第一态极 他变成这个气场要往后去找 这一个聚气的空间 这样子你家的气场一定会偏弱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